暗夜大火烧光三楼厂房 火蛇不时从铁皮内窜出 三层楼的铁皮厂房因承受不住高温 开始坍塌 彰化西湖镇一间塑胶回收工厂 昨天凌晨发生大火 由于现场都是塑胶等易燃物 大火延烧迅速 消防局货报出动16部车辆前往抢救 现场还不时传出泵裂声与倒塌声 但起火地点位于工厂后方 只有小路可以通行 消防员只好用水线串联起各式消防车 接续喷水降温抢救 回收厂林姓老板有人表示 幸好晚上回收厂没人上班 不过整间工厂复制一具 初步怀疑是电线走火 消防人员表示 要等现场高温降下后 才能调查起火原因 动新闻彰化报导